当天夜里周瑜又去见孙权 说 众人只看到曹操信中说 有水军陆军八十万 而各自惊恐 不再去分析其中的虚实 就提出向曹操投降的意见 太不像话了 现在咱们据实计算一下 曹操所率领的中原部队 不过十五六万人罢了 而且是长期征战早已疲惫 新接收的刘表的部队 至多有七八万人 仍然心怀猜疑 以疲惫的士族 驾驭心怀猜疑的部中 人数虽多 却没什么可怕的 我只要有五万精兵 就足以制服敌军 黄将军 不要顾虑 孙权拍着周瑜的背说 周公斤 你说到这个地步 非常合我的心意 张昭 秦松等人 各顾自己的妻子儿女 怀有私心 非常使我失望 只有你和鲁肃 跟我的看法相同 这是上天派你们两个 来辅佐我呀 五万精兵 必是难以集结 已挑选了三万人 战船 粮草 及武器装备 都已经被骑 你和鲁肃 陈朴 率兵先行 我当继续调集人马 多运资重粮草 作为你的后援 你能战胜曹军 就当机立断 如果失利 就退到我这里来 我当与曹操 决一胜负 于是 孙玄命令周瑜 陈朴为左右都 率兵跟刘备 合力迎战曹操 又任命鲁肃 为暂军校尉 协助筹划战略 刘备驻军返口 每天派巡逻的士兵 在江边 眺望孙权的部队 士兵看到周瑜的船队 刘备派人前去卫牢 周瑜对卫牢的人说 我有军事任务在身 不能委派别人代理 如果刘备能屈尊前来会面 实在符合我的愿望 刘备就乘一只船 去见周瑜 说 现在抵抗曹操 实在是很明智的决定 不知有多少战事啊 周瑜说 三万人 刘备说 可惜啊 太少了 周瑜说 这已经足够用了 将军且看我击败曹军 刘备想要照护鲁肃 来共同谈话 周瑜说 接受军令 不得随意委托人代理 如果您要见鲁肃 可以另去拜访他 鲁肃既很惭愧 又很高兴 周瑜大军继续前进 在赤壁跟曹操相遇 当时曹操的部队中 已经发生了急 两军初次交战 曹军失利 退到长江北岸 周瑜等驻军 在长江南岸 周瑜的部将黄盖说 如今敌众 果寡 难以长期相持 曹军正把战船 连在一起 首尾相接 可以用火弓击败曹军 于是 选取蒙冲战船石手 装上干笛和枯柴 在里面浇上油 外面裹上帷幕 上边插上荆旗 预先备好快艇 记得传闻 黄盖先派人送信给曹操 黄称打算投降 当时东南风正急 黄盖将十艘战船 排在最前面 到江心时升系船帆 其余的船 再后依次前进 曹操军中的官兵 都走出营来 站着观看 指着船说 黄盖来投降了 离曹军还有两里多远 那十艘船同时点火 火烈风猛 船像尖一样向前飞驶 把曹军战船全部烧光 火势还蔓延到曹军 设在陆地上的营战 顷刻间浓烟烈火 这天蔽日 曹军人马烧死和淹死的 不计其数 周瑜等率领青庄的 精锐战士紧随在后 鼓声震天 奋勇前进 曹军大败 曹操率军 从华戎道 步行撤退 遇到泥泞 道路不通 天又刮起大风 曹操让所有老弱残兵 被草扑在路上 骑兵才勉强通过 老弱残兵被人马所践踏 陷在泥中死了很多 刘备周瑜水路并进 追赶曹操直到南郡 这时曹军又饿又病 死了一大半 曹操就留下 征南将军曹仁 摩野将军徐晃 镇守江陵 直冲将军越晋 镇守襄阳 自己率军返回北方 周瑜城浦率领几万人马 跟曹仁和长江对峙 尚未开战 甘宁请求先去直接夺取遗陵 甘宁请求先去直接夺取遗陵 甘宁率部前往 一到就占领了遗陵 于是入城防守 一周末刘章的部将 习宿率领全军投降 周瑜上表 请求用习宿的部队 扩充横野中郎将吕蒙的兵力 吕蒙极力称赞习宿 说习宿有胆识有才干 而且仰慕归化 远来投奔 从道理上讲 应该扩充他的兵力 而不应夺取他的兵权 孙权赞同吕蒙的看法 归还了习宿的军权 曹人派兵包围甘宁 甘宁被困形势危急 向周瑜求救 吴军将领们以为兵力单薄 不能再分出援军 去救甘宁 吕蒙对周瑜臣仆说 刘灵统驻守江陵 我跟您前去解围 也不会需要太长的时间 我保证灵统能守住十千 周瑜同意他的建议 在仪陵大破曹人军队 获战马三百匹归来 于是全军上下士气倍增 周瑜就渡过长江 驻兵北岸跟曹人相持 十二月 孙权亲自率军包围合肥 派张昭率军攻打九将军 所属的当徒 未能攻克